今天我们来讲签字文 川流不息 冤成取印 容置若思 言此安定 这文签字文的意思就是 言己子孙 向大河川流不息 影响世人 向避坛 清诚一人 仪容举止要沉静安详 言语作词要稳重 显得从容安静 这文签字文年细的故事有 唯贤教子 唯贤是西汉大城 他深信淳朴 对于名利看得很大 一心一意专注于读书 因此学识分享渊博 兼通理上书的著作 并以教授诗经文明 为贤身诗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就征照他为博士 汉昭帝还拜他为师 请他教授 请他教授诗经 威贤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他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 他只是教会儿子学习各种经典 却从不考虑给他们留下什么遗产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时 他说 如果我的儿子是没有出息的 顽固子弟 即使给他们留 再多的钱财也没有用 因为钱总有花完了一天 不如现在教导他们用功读书 让他们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 将来能够独立生活 这才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 所以当时就流传着 威贤教子的谚语 以子金满淫不如一金书 我们大家来想一想 威贤为什么只教儿子读书 却不给他们留下遗产 谢谢大家